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三项铁人女运动员在迪士尼酒店对开 被酒店穿梭巴士撞倒 广东暴雨自足 多班航班而误 高铁受阻 预计北江将会出现50年一遇的洪水 新闻的详细内容 一个八岁小女孩感染甲型流感死亡 有转货医生就说 12岁以下儿童流感疫苗的接种率仍然偏低 提醒应该打证 个八岁女同星期三起发烧和咳嗽 第二日抽搐到广华医院求医 入院后情况转坏 同日不治 经检验呼吸到样本后 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 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 他没有接种流感疫苗 潜伏期内没有外游 家居接触者至今也没有病征 除了离世的八岁女童 今个月也有八岁男童 和八个月大的男婴 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 他们都没有接种今季的流感疫苗 有医生说 6个月大至未满12岁的儿童 接种率只有4至6成 要建立免疫屏障 至少要达到7成 不要以为医生一定可以处理到 一些病毒感染完之后的重症 有些情况医生可以束手无策 例如是一个病人感染完之后 一个抽筋或者老病变入院 我们真的可以束手无策 是可以救到一个小朋友 为什么我们不去主动去做一些步骤 去预防这些情况发生呢 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打疫苗 这个无可置疑的了 他又说如果小朋友怕打针 建议注射喷鼻式疫苗 母先里士记者叶昭雅报道 一个女人在迪士尼酒店外面 踩单车的时候 被酒店穿梭巴士撞到 据了解 伤者本身是大律师 也是三项铁人运动员 摄食的单车躺在路边草叢 警方近中52点接步 迪士尼探索加度假酒店 一辆穿梭巴士 载着乘客前往迪士尼乐园 驶出酒店外的神奇道的时候 撞到一部单车 把柴单车的女人捲入车底 车上没有人受伤 司机协助警方调查 38岁女单车手送到 马嘉烈医院救治 现时情况稳定 据了解伤者大律师洪雪玉 她曾多次参与三项铁人 和越野跑赛事 并且累获奖项 有单车教练就说 伤者当时踩的属于铁人单车 速度比其他单车快 有三项铁人运动员说 神奇路和附近的长东路 都是训练的热门地点 我们其实选择路或者选择时间 去踩其实都很重要 有时是辛苦 但是真的要五点多钟 六点钟去踩的原因 是因为少点车 少点其他人减低风险 还有我们自己的 awareness都要很高 通常最容易炒车 或者出意外的时候 就是我们踩到很累了 或者放松的时候 跟人聊天 哈哈玩的时候 就会出意外 靠左手 一定不要踩中间 单行行车 练习的时候 强东路过去 也曾经发生致命的单车意外 2021年 有一辆旅游巴 和一辆单车相撞 踩单车的男人 昏违宋远之有不致 保试验知机制 每日出现网上文凡试 试题答题簿未经授权转载 即日开始 要求市场学校 必须将未有用的 试题答题簿即日之内 加回到考试及平核局的 答卷收集中心 考评局说 安排有助更加有效管理考试物资 亦都减低有人在考试结束之后 将市场接触到的非公开资料非法转载 考评局会在考试结束之后 将市提答题簿的电子版本 适时另行发送给相关市场学校 给教师做教学参考用途 海关正婆利用汽车轮卷 闲试的贩毒案 检获大约100公斤华尔大麻花 拉着一个男人 海关说今年第一季 大麻检获量已经超过去年全年一半 检获的大麻花市值大约2300万 用胶袋真空包住 收藏在汽车轮圈里面 海关今个月5日经过情报分析和调查 搜查一批由美国经海路入境的货物 报称是18箱汽车轮圈 经过X-1检查之后 发现轮圈里面有二样 拆开就发现藏有大麻花 海关监控货物派递 今个月8日 拘捕一个去到物流储存仓 拿货的36岁男人 他报称是货车司机 暂时获准保释 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贩毒集团反运毒品的手法是层出不穷的 他们会利用不同的方法去增加我们执法的难度 例如利用海路集运的模式 将毒品混入正当货品之中以作掩饰 又或者精心去设计一些复杂的收藏手法 海关说截至今个月中已经破获117宗大麻走私案 检获1.28公吨的大麻 而数量计已经超过去年全年一半 更加超过疫情期间全年的检获数量 近年随着一些地区将大麻合法化 甚至在国外有一些持份者 他们大力地去渲染 宣称吸食大麻是不会令人上瘾的 我们再一次提醒香港的市民 大麻是毒品 吸食大麻是会令人上瘾的 海关说会继续加强打击 不会让毒品流入香港 母纤司机者 刘传续辈 一节最新消息 天文台在夜晚7点35分 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 转体下来着五一黄金周 预计有80万个内地旅客访港 旅游界就说已经和政府商讨 改善关口流程 而零售界就认为举办城市吸引旅客之外 业界也应该改善服务态度 还有大概10日就到五一 内地今年有五日假期 旅游会估计会有大概80万内地旅客来香港 比去年多三成 有大概800个内地旅行团 涉及近3万人 旅游界话已经和政府开会 商讨改善过关的流程 例如旅行团主要用的香圆围连堂口岸 要加派人手疏度 改善旅游巴泊位 至于港中澳大桥就加密金巴的班纸 早前的假期我们出境高峰的时候 香港很多关口都大机室的时候 其实这个在内地都成为一个大新闻 其实令到不少内地旅客却步 他们都会觉得来香港好像 过关都不知道浪费你多少时间 很辛苦的 我想我们要洗脱这种形象 就要在过关的效率方面 和体验方面要作出提升 旅法局在五一当晚 占东将会上演海上烟火回燕 零售业界认为有助带动市道 但是要真正吸客 还要做更多的工作 我们的服务态度其实都很重要 我们的前市的同事 和我们的香港市民 都可以一起帮忙 给多些笑容 让我们感觉到奔仕如归 我相信对于我们香港的形象 是会有很大的帮助 也都利用他们可以多些过来香港帮助我们 他有期望当局 加强打击黑的改善旅客的体验 无线电视机就是中卓希报道 国际方面 美国众议院举行程序表决 通过涉及台湾和乌克兰等地的 对外援助法案 在民主共和两党联手之下 美国众议院星期五以316票对94票 通过总额950亿美元 折合超过7400亿港元的对外援助法案 其中大约600亿是援助乌克兰 140亿援助以色列 而剩下的向台湾和亚太盟友提供安全援助 这次只是属于程序表决 众议院最快在星期六做传院表决 通过之后再转交参业院表决 部分共和党人本来不支持法案 之后众议院议长若翰逊将法案分册为四个议案 包括加入共和党支持的条款 例如迫使短片分享平台TikTok脱离母公司自折跳动 还有扣押俄罗斯资产等等 先有识一会 稍后回来还会报道 之前是一元都存不到的 现在我可以存到3000元一个月 赛马会捐7亿支援住过渡房屋的基层市民 全球第一架飞天车将会在中国正式投产 回来7点半新闻时间 财马会宣布捐7亿2千万支援住过渡房屋的基层市民 每户最多获2万元资助学新技能 并且会有顾问协助理财和存钱 即将60岁做仓务员的女先生 几个月之前和妈妈、太太、9岁的儿子和12岁的女 一起由劏房搬入过渡房屋 参加马会的约健身生活计划 计划提供免费工货辅、托儿服务 给太太可以出去工作帮保加计 亦有顾问为他们量身订造发展路向 雷先生说参加计划后成功戒烟更加学习理财 麻会捐出7亿2千万推出若健身生活计划 给全港25个过渡房屋项目的家庭申请 估计1万4千户受惠 五大措施包括为每户家庭提供最多2万元资助 学习新知识或技能 设立理财顾问和高息储蓄计划帮助存钱 并且在过渡房屋设立社区设施促进伦理关系 有一个环境可以令他们同样的经验家庭 可以互相扶持 这个很重要 特别是小孩很重要 在这五年时间里面有做到一些成果 成果是什么呢 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到一些我们的受助人 真是有跨越性的发展 能够脱贫 受助人要自己去有个行动 但是我们要参赴他 持续增进基层市民的福祉 一直都是我 以及是整个特区政府的重点工作 我们上任到现在已经是先后推出多个精准扶贫的项目 发挥我们政商民三方的力量 同心协力 将香港我们一定要构建成为一个更加关爱共融的美好家庭 被问到计划未来会不会再加码 这间直销公司每个礼拜都会举行一款六胎盘素保健品的说明会 而且还有人上台分享 发挥Amy的她也曾经参加 听到有人声称产品几乎什么病都医到 可以修复身体的细胞 医癌症 很多长期病 例如是寒药病 总之是一些常见的长期病都会医到 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 产品成分列出有胎盘素提取物 植物成分和骨胶原等 有药剂师指 如果里面真的有六胎盘素 食用过量会有不明的风险 胎盘其实根本就是一些很集中的刺激素的东西 但我们知道譬如我们人类的一些乳癌细胞 一些子宫癌 一些子宫内膜癌 这些都是会因为刺激素而令到它会发大会长大的 有研究做血缸细胞移植多年的专家说 目前肝细胞的临床应用并不包括口服 动物的细胞的话就绝对没有一个数据说可以能够帮得到这件事 而另一方面你说口服的情况就更加是任何的细胞 经过肝维消化之后也会失去它的活性和功能 根据不良广告医药条例 保健食品不可以宣称可以预防或者治疗肿瘤 心血管等特定的疾病 翻查资料 菲律宾和新加坡政府分别在2018和2019年曾经点名 指这款产品宣称的功效、虚假和误度 新加坡在2021年更加对这间直销公司处以罚款 本台曾经上门向这间公司查询 但是未有正面的回应 海关表示如果在没有足够科学证据支持之下 就产品的效用作出虚假或者误度陈述 可以構成虚假商品说明 已经接获这款保健品的相关举报 如果发现为例会执法 无线电视记者李永同报道 至于日本小林制药的红曲保健品引发的食安风波持续 共同社报道 厚生劳动省连同国立医药品食品卫生研究所 由收集的样本当中 除了早前发现有毒物质软毛青微酸之外 还发现两种在生产过程当中通常不会混入的物种 厘清的是什么物质 有关物质是在去年6月到8月制作的原料批次当中验出 日本怀疑吃了小林制药红曲保健品之后 健康受损需要住院的人超过200个 更加有5个人死 世界卫生组织有专家指出 今年感染H5N1禽流感病毒的暴雨类动物数目不断增加 警告H5N1病毒不断变异 不排除出现人传人大流行 H5N1禽流感病毒最先只在禽尿之间传染 不过近年出现多宗暴雨类动物包括乳牛和山羊感染H5N1的个案 美国受医协会资料显示 美国8个州包括新墨西哥、密歇根、坎萨斯和德州等 都发现感染H5N1的乳牛 其中德州牧场更加有一个工人 上个月怀疑经乳牛感染H5N1禽流感 相信是全球第一宗人类经暴雨类动物感染个案 虽然目前仍未发现H5N1人传人个案 但世界卫生组织首席科学家法拉尔近日说 过去两年暴雨类动物感染这种病毒的数目不断增加 显示病毒症不断变异 寻找新宿主 逐步接近人类 不排除会发展成具感染人类的能力 甚至出现人传人大流行 情况令人关注 法拉尔说过去20年 人类经动物感染H5N1的几百宗个案死亡率非常高 因为人类对这种病毒没有天然免疫力 而针对H5N1病毒的疫苗和治疗方法 仍然在研究阶段 他强调需要确保各国有能力诊断出病毒 令世卫在H5N1病毒真的出现人传人的时候 能够立即作出反应 无线理事记者梁永山报导 美国纽约法院继续审理前总统特朗普偽造商业纪录案 选出全部陪审完 而有一个男人在法院外面自焚死亡 在美国曼哈顿刑事法院星期五审理 前总统特朗普掩口废案之制 一个男人在法院外以酒精整湿件衣 再用打火机自焚现场无烟 当时有大批记者坐牢 也有目击者说他点火之前表现冷静 只是政治抗议 救援人员用担架床将他送院 经抢救后不治 警方说死者是37岁男人阿扎雷洛 正追查自焚原因 美国传媒报道 阿扎雷洛来自佛罗里特州 自焚之前在法院外派传单和展示标语 宣称特朗普和美国总统拜登 对美国人发起法西斯政变 路透社就报道 阿扎雷洛在传单提到邪恶富豪 呼吁民众揭露腐败行为 阿扎雷洛自正是研究员 早前在网上发表阴谋论的文章 说美国民众是极级骗局的受贺者 至于法院同日选出全部12名陪审员 和6名后保陪审员 包括软件工程师 银行家 教师和律师等等 特朗普被控在2016年大选之前 为了掩饰向验声丹尼尔斯 支付掩口废换取对方不公开两人分外情 而毅造商业纪录 特朗普否认指控 重新自己遭到政治迫害 法院接下来星期一继续审理这宗案 特朗普被控34项 毅造商业纪录罪 一旦罪成 每项罪名最高可以判囚4年 保鲜电视记者朱少林不得 由斯洛伐克工程师设计的全球第一架飞天车 将会在中国正式投产 这架由丹雷船长驱动的飞行器 外形似汽车多于飞机 因为它确实是由汽车变身而成 在降落地面之后 它就好像变形金刚一样 回复汽车的形状 收起机翼的过程只需要两分钟 这架飞天车使用普通的汽车电油 不需要用飞机专用的汽油 另入油更方便 负责试飞的机师克莱恩 正是飞天车的设计师 他刚刚成功卖出第一份地区技术专利合约 将在中国生产飞天车的专利权 卖给河北建生飞行汽车科技公司 令飞行车可以首次正式投产 飞行车在欧美国家遇上的障碍 主要是飞行牌照 和航空管理等法律问题 令飞天车迟迟未获准发售 在急需解决城市交通 滞塞问题的中国 飞天车终于有机会一飞冲天 一展所长 无线电视记者简永迅报导 先有识一会 稍后回来有时事中国 欢迎收看时事中国 广东多地持续下暴雨 部分地区水浸 深圳广州机场大批航班延误 经广铁路途经韶关 应得的部分列车停运 当局预计珠江流离的北江 将会出现50年一遇的洪水 广州市区下午天色昏暗 不时下大雨 能见度也不高 全市多区同时发布暴雨 冰雹和雷雨大风预警 恶劣天气之下 广州白云机场 全日至少过百班航班 要延误一个小时以上 机场发出大面积航班延误响应 鄰近的深圳机场也启动延误响应 说会视乎天气情况调整部分航班 兆关亦都暴雨成灾 多条街道严重水浸 部分水深去到膝头 消防出动脏皮艇救出被洪水围困的民众 暴雨影响当地铁路运作 经广线途经兆关 应得境内的部分列车要停运 兆关东站有旅客滞留 当局派接驳车送旅客到韶关站 转搭高铁到广州 清远同样大雨不断 时区部分地方水深去到五六十厘米 大雨期间有大树倒嵌 击中一架私家车 消防出动救援 肖庆部分街道变成激流 黄泥水浸满街道 广东省水民局说受强对流天气影响 珠江流域的北江水位全线上涨 自至星期六下午2点 全省32个水民站超出境界水位 预料北江支流将会出现50年一遇的洪水 而广深港高铁亦受广东省恶劣天气影响 运输署说香港西九龙去长山南高铁G6114列车 原定下午5点几开出 延迟至少一个小时 港铁职员说未知实际何时才能出发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黄毅 由印尼转抵巴布亚新基内亚访问 黄毅抵达首都莫尔之彼港 巴布亚新基内亚外长特卡琴科在场迎接 两个人并且举行会谈 中方早前说期待此行 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动能 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第二艘国产邮轮开始加速建造 预计后年6月时候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 星期六进入上海外高桥造船的2号船奥 之后船身会分断 好像砌精木一样拼在一起 代表中国达成了批量化设计建造能力 一个标志性的节点 船舶下屋之后就代表着这个船 然后需要连续的搭载施工 节奏会非常快 与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 爱达摩都好比较 第二艘国产邮轮更加巨大 总吨位增加到超过14万吨 客房数量增加到2144间 并且新增5套先进环保系统设备 船上也设有16层高的生活娱乐区域 有大型演艺中心、艺术走廊等等 同时改良了设计格局 扩大公共区域面积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预计 在春年第一次起浮 即是被邮轮飘浮在水中 后年3月出澳 6月开始试航 预计后年年底完成命名交付 内地新能源汽车市场 第一次超越传统油车 即是新能源汽车成为中国市场的主流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 4月头半个月 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26万架 按年增长32% 零售渗透率就是50.39% 第一次超过传统燃油车 近年内地新能源汽车发展迅速 由2005年开始 中国新能源汽车用了10年 渗透率才突破1% 2019年渗透率只是提升到5% 去到2020年 中国定下了到2035年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超过50%的目标 之后新能源汽车发展出现爆发式增长 到去年渗透率突破33% 专家说随着新能源汽车日渐普及 会带动相关产业链发展 包括电池等的关键零部件製造 以及是充电桩的建设 将会进一步促进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陕西西安地铁试车的那阵发生意外 初步调查涉及测试人员操作不得 图片见到列车车头严重损毁 扭曲变形 车上来天花倒塌 制造商西安中车场客之后通报说 星期四夜晚11点多 兴建中的西安地铁10号线试车阵 因为试验人员处置不当 导致列车追尾 造成车局部受损 正是调查事故原因 强调会保证列车品质并且如期交付 不过当局未有公布有没有人受伤 今年是解放军海军成立75周年 即日开始会举行一系列的宣传教育活动 新任海军新闻发言人冷国伟 在山东青岛第一次见传媒 他说宣传教育活动 包括多个海军军营会举行开放日 也安排了六艘艇对外开放 海军也宣布 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 明天开始一年四日在青岛召开 在解放军海军相隔十年再度承办 将会有29个国家的高级代表团参加 大部分与会的都是海军主要领导人 官方说今次年会 为西太平洋各国海军深化务实合作 提供了交流平台 这次时事中国讲到这里 来到最后一节七点半新闻 深水埗通州街自动泊车系统落城 今个月之内投入服务 引入更加先进的系统 泊车或者拿车只是需要大约两分多钟 自动泊车系统第一次落户九龙 位于深水埗通州街和阴州街的交界 更加是全港最高 一共有四层提供52个车位 当局引入新的系统会自动选择最佳停车位 而不是泊在指定的位置 系统亦更加智能 例如如果偵測到月租车主经常早出晚归 那个车位日间就会用作时租增加使用率 相比以往泊卡拿车或者泊车 这里就改为输入车牌号码再自定密码 整个泊车拿车的过程只需要两分多钟 比较系统快了大约一分钟 系统阵伺负重感应器 感应到重量减少 确认司机已经离开架车 和关上闸门才会移动 有加设太阳能板 提供上盖加强环保效能 升降吊链用上特别的用料 无需用润滑油 避免司机不小心弄髒 过往自动泊车系统 用半开放式闸门 今次也有改动 这个就安装了全密封的怀疑扎门 避免小朋友和宠物不小心入岛 更加确保安全 项目用了大约10个月就员工 停车场未来会推出手机应用程式 被司机预约拿车 加快流程 政府就说自动泊车系统 能够更加有效增加停车位 会继续在各区退出 无线电视机者邓仲良报道 全湾福来村永乐流 有单位起火 一个男人烧伤 47岁的伤者 伤手烧伤 由救护员送去人制医院 警方早上大约9点 接获多个住户报案 说大厦有单位起火 消防出动一条喉 和一队衣服队破旧 大约15分钟后将火构式 大厦居民不用疏伤 初步调查发现 是单位里面 俗称风火轮的电动单轮车 最先起火 有调查指近七成受访市民 对于可以如期实施垃圾征费 缺乏信心 申请年论坛 今个星期以电话随机抽氧方式 访问1032个市民 当中近三成半的受访者 对于在8月1日实施垃圾征费 是非常无信心 又发现不少住在单栋式 施楼的受访者 比较担忧 如何做好垃圾征费 另外过半受访者认为需要暂时各自立法征费 两成半认为应该押后 团体就认为政府需要加强配套 包括推动社区回收设施 和加强对单栋楼的支援 又建议延长适应期到一年 期间向住户免费派指定垃圾袋 争取市民支持 有学校推行正向教育 除了在课堂加入正军课 也教家长如何减轻压力和负面情绪 你可以合上眼睛 或者温柔地望着前方的地板 这班学生和家长为何在学中深呼吸呢 原来是体验静观课 这间小学平时在课堂 都有为学生提供正观课 学校首次在家长日 将正观的奥妙传递给家长 今年小五的林英儿 去年上完正观课 不单只学会应付压力 成绩也变好了 平时我放完课之后 都会去参加一些课校活动 之后我参加完之后 我会去补习 做完功课回到家里之后 我会温暂的 那会不会觉得很辛苦 都会有些大压力的 我会深呼吸 给自己休息少许时间 可以令我们学习更加放松 而且还可以令我们 在考试小撻之前 都可以专心地温暂 小朋友有压力 家长有何尝母 上完一堂 妈妈又有什么感觉呢 因为家里都有两个小朋友 有时候会欠东西 或者是倒乱 情绪一上起来 就会骂 上了静观堂 就会 我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处理呢 冷静一点 就会让自己深呼吸一下 冷静下来 就会跟他们说回 这里应该怎么处理呢 不如我们想想另外一种方法吧 学童的情绪问题越吹普遍 学校希望透过正向教育 减低悲剧发生的机会 我们看到现在的学童 受到各方面的压力 推人正向教育 当然就是希望可以及早 识别到一些 可能真的在学业 或者家庭 或者各方面有承受压力的同学 我们是有一系列的一些 不同的活动 希望可以帮到他们 令到他们懂得如何放松自己 知道自己一些的强项 可以勇敢去面对未来 学校又特别安排一架雪糕车 在操场派雪糕 奖励给完成活动的家长和小朋友 无线电视记者陈聪康报道 国际方面 全球经济发展不明朗 国际货币基金近日调低 欧元区近日增长的预测 点名德国和法国消费者信心疲怨 而一向稳健的德国楼市 也都出现危机 记者钟卓希提华 John移居德国八年多 住在慕尼克这栋公寓 轮近市中心 大概15000元不用 你就租到一间500至600呎的屋 如果你想买 大概是300至400多万港元 其实这个价钱 在香港买了什么屋 我想大家清楚了 德国的楼市气氛和香港很不同 很多人只租不买 自治居所比例只有大概4成6 因为当地的租约通常都没有限期 政府又规定业主 不可以单方面收楼 租金加幅也有限制 每三年不可以加多过两成 即使想买楼 德国银行也都严格审批房屋贷款 首期的门楼高 炒风是当地也不胜行 比如说我买一个小户型 我就要投资 20万买的房子 30万卖掉 增值10万要交4、5万的税 这个是很高的 所以说基本上这一个政策 就导致它不会有过分的炒房 成功做到房住不炒 曾经有调查反映 九成三的受访德国民众 满意现在的居住情况 有意见更认为德国经验 值得内地和香港参考 但是德国政府严格管控楼市 令市场缺乏薪资金 加上俄乌战争通胀加剧 还接连加息 德国正是面对房地产危机 郑玲是德国一间开发商的负责人 她说近乎每一天都有同行破产 但是在开发的项目又如何处理呢 说到德国建筑物的特色 人们就认为是漂亮 或者简约和实用 在当地人眼中 特色或者是起得很慢 一同建筑物 由规划兴建去到最后落成 限限地都要十几年 开发商就希望政府缩短审批程序 令到资金快点回流减轻成本 无线电视机就在钟萱希 在德国慕尼克报道 受暴雨影响的亚联 由迪拜国际机场运作回复正常 当地清晨5点 机场大堂已经大排长龙 等办理登机手作 或者安排坐其他班次 迪拜星期二六暴雨 机场严重水浸 运作大受影响 包括来往本港的多班航机 言误或者除销 转讲一下文化中心 即日开始 到下个月5日 举办经典武俠剧 服饰道具展览 展出大约30件 武俠电视剧的头饰 服装和道具 叶子华去看华 射雕人工 在外奔驰 电视剧中 郭靖反手拉的工 由乔峰到黄庸 出任丐帮帮主的打钩棒 也有传说中 可以号令天下的屠龙刀 还有小龙女的戏服 仙气十足 这套尋唇记中的战衣 有没有令你有穿越的感觉呢 前初我也看过 前初我也看过 金融的小说是香港的产品 所以特别是可以代表香港 古龙多部小说 也曾经改编拍成电视剧 李尘欢历不虚发的小李飞刀 还有楚留香随身攀带的接线 约30件经典武俠剧服式道具 在香港文化中心展出 很多这些电视剧的剧集 都会改编至一些 著名小说家的武俠小说去拍摄 我们今次的展品 会分别有金融、古龙、黄翼等等 希望可以换起大家的集体回忆 展品横跨上世纪70年代至千禧年代 是第二届香港流行文化节的活动之一 展览在文化中心会展出到下个月5日 之后会移私去到香港文化博物馆 展期到10月7日 母线电视记者叶芝华报导 7点半新闻报导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